好 节目最后呢 带您来关心区块链的相关新闻 近日呢 英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历史学家 在英国央行研讨会当中就表示说 比特币是未来的金融体系 据Bitcoin网站消息 英国一位著名经济历史学家 近日在英国央行举行了一场研讨会 讨论了08年金融危机 他在结论发言中提到 比特币是当前基于法定金融系统中 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他指出 今天的金融体系与危机前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只不过大银行的资本状况相对较充足 无论是比特币还是加密货币 或者是大型中国科技公司正在实现的 在线支付领域大规模应用 都是未来的金融体系 据Dematch网站消息 作为香港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国泰航空已经和越来越多的航空公司一样 开始尝试在业务中应用区块链技术 帮助客户更轻松 更安全地获得自己的里程积分奖励 他们计划通过单一分布式账本技术发布航空里程信息 以便客户、航空公司合作伙伴 以及航空公司本身实时管理会员积分奖励 据悉 本次名为解锁更多里程的区块链技术推广活动 将由国泰航空技术合作伙伴埃森哲负责开发 据东非新闻网消息 乌干达银行业协会兼南非标准银行董事总经理表示 银行将在必要时采用区块链技术来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 他指出区块链技术虽然存在一定风险 但银行业仍然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技术 区块链技术在数据处理 结算和支付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应用 并且能够降低成本和风险 这些都对银行业有极大好处 亚太第一位是综合报道 好的 我们今天亚太商情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盼铁山先生收看我们的节目 更多资讯请留到YTV的官方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